創意比材竟在运通 选择比努力重要 来 选择比努力重要 休假回来 今天的台湾股市 台股指数 满意吗 各位对今天的指数满意了吗 我们来看K线图 来 今天的这一支K线 大涨 吃掉几天 各位可以看 二四六六天的黑K线 两天的红K线 包括最高点的半支 一天 吃掉多少 吃掉九支 多头有人在讲 一红吃九黑 一红吃九黑 那确认是多头 那回到原点 今天是事业的第一个交易日 第二季又开始了 第二季又开始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为什么会把这六党 一个新的一季的开始 所以我就把台湾股票市场最高价的六党 六党 来 大力光 精测 精华 信华 蓄力 禽流感疫苗 好 这六党 台湾股票市场最高价的六党 拿这六党来让各位来选择跟比较 今天大盘涨了一百三十七点 好 大力光 精测 精华 信华 蓄力 跟禽流感疫苗 刚开始而已 刚开始而已 比赛才开始 比赛才开始 比赛是要看结果嘛 比赛看结果 我们一季一季来 甚至也可以一个月一个月来 好 再看 这是这六党股票 它的配息 来 大力光还没公告 精测 配八 八块钱现金 精华 配二十七块现金 信华 配十二块现金 蓄力 配五块现金 好 禽流感疫苗也还没公告 今天正式第一天起跑 比赛看结果 为什么要从今天又开始 把这六党台湾股票市场最高价的六党 同一个时间点 因为有人会说 老师有些股票可能是涨多了 或是没有涨 那比起来不公平 好 今天开始比 你也可以拿你的股票来跟他比嘛 选择 选择 好 那这档我把它盖起来的股票 是我会你的股票 所以我再特别强调 本节目不对 不特定人推荐任何名牌 好 我就拿了六档股票来比 那我会你的股票 我代表股名都把它涂掉 不特定人不要自己去找 不要自己去找 股票很简单 就好像 再看一下大盘 来 个子叫大盘 这九个交易日以来 如果你像五头餐饮一样 今天一天啊 今天一天而已啊 你这九个交易日以来 你在那边冲来冲去 跑来跑去 结论 今天收盘告诉你了嘛 你较厉害 还是大盘较厉害 你比较厉害还是大盘比较厉害 我讲到厉害 我一定要把这个报纸拿出来 给各位看 这是上上礼拜五 这一家公司 这一家公司 南进 辉军 辉立宾 大叔会 跟动物疫苗 好 我们来看这个图 好 导播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图 中间这位就是 辉立宾的总统 看到哦 这位就是辉立宾的总统 杜特地 各位你去思考看看哦 我为什么要把这份报纸拿出来 给各位看 各位去想一想 请问 台湾股票市场 从1101的台女 好 到最后一档股票 请给我加油站好了 不管任何一档 请问 你曾经看过哪一档 哪一档哦 上市上贵公司 别的国家的元首 请他来设厂 请问哪一档 你告诉我好了 打从台湾股票市场 从有台湾股票上市上贵以来 请问 你看过哪一档股票 哪一档股票 部长级的 已经尽了不起了啦 你告诉我有没有 台积电够大吧 请问 有哪一个国家 就让台积电要到中国去设厂 请问 习大大有没有找张忠某 我们来谈一谈 有没有 或者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元首 找张忠某去谈一谈 有没有 谈设厂的事 有没有 你告诉我好了 从这点去思考 各位你想想看 我为什么 你看到我到现在 我这么坚持 为什么 因为太多投资朋友 太多太多 应该讲说 几乎啦 几乎包括你在看我的 人 几乎是所有人 我问你好了 股票市场 能不能赚到钱 你有没有答案 可以啊 为什么可以来 为什么可以 好 这叫大力光 你看到的128 也有人看到167 也有人看到451 好 我不做到128最低 我也不用中间167的这个点 我用451这个点 各位看得到吧 451 好 你只要买它10张 你只要买它10张451 它会给你4850万 今天一样我来到高点 今天有哦 好 451万变成4850万 你看得到啊 你看到啊 所以我问你股票市场 能不能让各位赚到钱 是股票不对吗 还是市场不对 还是各位 你的心没有定下来 最近有很多人 在找我聊天 有些分析师在聊天 那不划 不划有很多 是在台面上 我们叫印度有的 一线的老师 上那个大台的那种老师 做了好多年了 哇 十几年了 然后我只给他一个概念 我说 我觉得你的股票都蛮强的啊 今天这一档 哎 涨停吧 你去追 明天可能又涨停 后天可能又涨停 然后你天天去追涨停 那涨停可能 陆陆细细细 还都会有涨停 那 我请问你 假设 历史可以从来 大力光 你只要买大力光一档就好了 你叫你所有的会 你都买大力光一档 你都不要改变到今天 我请问你 你需要 像现在这么辛苦吗 每天都要追好几档涨停吗 各位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概念 不要说各位 连分析师都这样想 对哦 这辈子当分析师啊 只要叫所有的会 买一档台积电 抱着 不要卖 或者来回操作好了 就台积电就好了 那台积电 有人说 那我最近这几年 才进到这个行业啊 好那 大力光可以吧 这最近而已啊 来 大力光也不够最近几年 这个是年限 四百五十一几年 一二三四五五年前啊 现在是多少 四月份嘛 好 五年前 我说 连分析师都想说 对哦 干嘛跑来跑去呢 干嘛这一档换那一档呢 请问 如果大力光四百五十一万 让你变成四千八百五十万 你够不够 你够不够 无问题好了 你有四百五十一万 每一个人都有四百五十一万啊 每一个人都有啊 怎么会没有 四千八百五十万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 不要说四千八百五十万 请问你的四百五十一万 还剩多少 还剩多少 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报纸拿出来 各位 我再问各位一遍 这个叫杜特利总统 好拉近一点啊 这个女生是他们的 要监局的局长 看到哦 好 那这些当然就是台湾 挂牌上市公司的这些 我们应该讲经理人啊 董事长啊 接受费力宾杜特利总统的招待 在他们的刑馆里面招待 去洽谈希望他们到菲律宾投资大数月疫苗的这些事宜 你告诉我好了 你告诉我嘛 台湾上市上贵公司股票一千多档里面 有哪一档 有哪一档 尤其是菲律宾人口是一亿哦 类似像这种叫大国嘛 比台湾大很多啊 台湾才两千多万啊 对不对 这种也算大国啊 一亿的人口的国家的总统 请他们到刑馆来 然后去谈要大数月也就点滴 设厂还有动物疫苗的这个事宜 你想想看嘛 你都想一想 这不在做国民外交吗 这是台湾的上市公司呢 所以我说 创造下一个大立光的那种逻辑 会不会希望 会不会出现 会不会 那如果会的话相对也就是 我很直白 啊你实时多少 十倍你能不能让你要回来 来 假设大立光来 假设大立光 四百五十一到四千八百五十万 请问你输了多少 能不能要回来吗 那会不会 时间证明啊 最少他已经是个开端嘛 再看一遍 是不是个开端 请问再看一遍 杜特立总统 杜特立总统在他的达欧行馆 接近这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啊 财务长啊 因为这里面的人都在法收尉里面出现过 所以我对一下 对对对 这家公司 KY公司这家董事长啊 还有他们的财务长 在法收尉里面啊 交易所 也就是证交所的法收尉里面 那个光点你都可以看得到 报纸也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是事实嘛 这不能骗人耶 杜特立你知道嘛 费务长总统贩毒的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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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这不能开玩笑的耶 所以各位今天好好思考 我说什么叫商机 你看到了 因为你是第一个看到 你第一个有感觉 各位你在用休息的时间去思考 请问你手上的股票 说不好听啊 谁理你啊 哪个国家业力理你的股票 台湾上市三个月 一千多档股票里面 有哪一档股票 一个大国有益人口的总统 召见在她的行馆 大后行馆里面召见她 请她来设场的 你告诉我好了 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的是 我想帮助你 但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帮助你自己 我们等一下再讲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好想 二 引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添 让自己沉淀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嗜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选择 比努力重要 来 选择 比努力重要 我刚刚所讲的逻辑非常的简单 就好像从今天开始 我要请各位来认识禽流感 禽流感的病毒总共有H1 一直到H16 加N1到N9 总共有144种 我从第一天 也就是4月1号开始 我请各位来认识 来 今天在这里 H1 N1 今天说法473 我们一天一天来看 也就是 这是第一个病毒 H1 N1 明天会变成H1 N2 H1 N3 一直到144种病毒 其实它也是一种选择 选择你要认识哪一个类型的 H多少 N多少的病毒 你要想认识 今天是第一天 H1 N1 总共有144种 总共有144种 用台译在说 我就不相信骨的薄草水 我就不相信你走得过 塞在大架 他还走得过乎买了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今天要提醒你 再看报纸 报纸有多重要 再把这个放大 这个叫杜特蒂总统 菲律宾 人口医益 这个是他药金局的局长 我请问你好了 你说 譬如说台湾的困境 我们讲总统好了好不好 请问 菲律宾总统 杜特蒂 会在他的达欧行馆 去接见台湾的总统吗 台湾的行政院长吗 台湾的科技部长吗 这是我们的困境 可是为什么杜特蒂要去召见 也就是在他达欧行馆 去请这家KY公司 也就是在台湾上市公司 这家公司 到他国家来设来 设什么 投资大书业 跟动物疫苗 各自思考看看 我说 我为什么 那个标题我都没有改变 而且你看到我的第一天 我就告诉你 你今天看到我 你明天看到我 你下个礼拜 下个月 下一季年底 到明年底 我真的很不会变 我如果要带各位来 你不要拨鞋 你不要冲股票 十天没�un 你买到 买到你家的事 纪彈都没去 你贺文 纪彈都没去 阿宝刚刚好而已 那我不做這種事 為什麼 因為投資人 有時候各位你的資訊不對等 你要去玩那種電腦設定 開板就掌停板 你看得到的 你敢不敢買 你買得到嗎 你賺得到嗎 這邏輯 我講結論 你有賺嗎 我說 趁你都還有錢 都還有錢的時候 你輸多少個還要回來 但你也沒贏 你沒有錢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比賽資格 不是嗎 為什麼 來 假設 好難 就算你輸了1000 你的1000萬剩下100萬 又怎麼樣 還是可以回來 來 只要你逮到大立光451塊 451塊的大立光 451萬變成4850萬 有沒有超過10倍 你1000萬剩100萬 又怎麼樣嘛 但是如果你還用以前 來 走老路到不了新地方 你還是用今天以前的方式 我只告訴你啦 你的1000萬會變100萬 難道你的100萬不會變10萬嗎 對不對 你如果比較厲害 你以前的方式 你不會看電視啦 我常常在講喔 真的看電視的投資朋友 你一直在想 找一個突破點 找一個機會點 你想要翻身 你想要突破 你想要改變 那沒一個人 那沒一個人 我相信沒一個人 假設可以重來 來 你輸了多少又怎麼樣 你讓451萬 可以變成4850萬 12345 我告訴各位 60個月的時間 不到60個月 59個月的時間 59個月 讓你451萬 變成4850萬 有時候想一想喔 也不能 這樣講 有些人說 老實說我都沒上班啊 我就對著一支大力光 這5年的時間 我450萬有啊 我5年的時間 我就有法度拿到 4千850萬回來 我就比上班更好啊 上班又是我老闆的面積 這叫投資嘛 工作是一個寄託嘛 工作是一個寄託嘛 我說 台灣股票市場 好迷人的地方是 如果你做對了 你看對了 你看對了 你堅持 上班是二年而已 高朋友而已 你去上班 一個月 一年兩個 五十萬一百萬 又怎麼樣 你會改變生活嗎 不會啊 尤其有一些 人 現在剛好面臨退休了 手上可能有一兩百萬 啊 我問你好了 你那一兩百萬 可以職業嗎 有些人剛退休 我剛剛有個一兩百萬的退休金 想說人生大概 現在的平均年齡都85歲啦 平均啦 那每一個人都有二十年 二三十年可以活著 那你一兩百萬一定不夠嘛 那我搞啦 一定不夠嘛 那既然 既然 既然不夠 各位你去思考看看 我說 那你找一檔 小時候大力光啊 那如果說 如果未來有一檔 幾乎 會 會像大力光 類似大力光的邏輯 以後怎麼 長多少 或怎麼樣 不是重點 而是在這個點 才起步而已 你相對的比別人的機會更早嘛 為什麼 來 你看他的營收 他這裡的營收 都只有以前的 我們叫中國大數位的部分 他的所有營收 都還沒有涵蓋什麼 來 都只有中國 那新的GMP 新的GMP 認證 來看這裡 看到喔 來 只要GMP這次認證 產能即可望倍增 新產能GMP認證 看到喔 那原則上 他異估是在第二季啊 是在第二季啊 現在就第二季開始了 那假設這個是倍增的營收倍增 請問 他以前的歷史高點叫529 529會不會夠 當然如果營收倍增 創新高倍增 529你認為會不會夠 因為我不能一色立場 那你認為會不會夠 他只 我現在所講的只有大數位的部分喔 還要加進來什麼 來 印尼 動物疫苗 還有包括 大數位 如果大數位也在這邊設廠 好緬甸已經千萬美金來 緬甸已經在這裡 千萬美金在緬甸 好緬甸 再加新的灰利賓都會看到這裡 灰利賓 各位去思考看看喔 我說 人生為什麼可以心想事成 而是當你看到一件對的事情的時候 你堅持 我還是很直白講啦 啊不然 啊你數那麼多了 你怎麼回來你告訴我 你的股票可以給你回來嗎 你像烏頭昌影一樣 跑來跑去可以回來嗎 可以回來嗎 可以回來早就回來啦 不會流到現在啦 好 各位 我還是強調齁 各位好好利用休息時間去思考這個邏輯 哪一個上市上櫃公司 會有一個大國 疑人口的大國 總統親自召見 而且是規劃要投資他的事業 你問我好了 誰 你有沒有答案 很簡單 所以今天十月一號的第一天 十月份的第一個交易日 我又提醒你 還是這句話 走老路 到不了新的地方 沒同一個時間再會 本屠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 毫無尊風險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投資的至勝關鍵 您需要領先的資訊 精準的分析 大來專業分析團隊為您掌握 大來國際投顧 請直播02-2369-2333 02-2369-2333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盡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投資的至勝關鍵 您需要領先的資訊 精準的分析 大來專業分析團隊為您掌握 大來國際投顧 請直播02-2369-2333 02-2369-2333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